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特区政府今早八点在湾仔金子金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湾仔会展中心大会堂一片衣箱秉影 熟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和嘉宾们通过电视屏幕观看升旗里 他在致辞中也不忘批判反送中示威者 一事举行时国旗和曲旗在国歌伴奏下升起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越维港上空 消防船在维港海面喷水尽力 场面隆重祥和 不过场外却是另一回事 香港社会民主连线大批成员 早上七点在湾仔修断中心旁集合 准备游行到香港会展中心 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带领成员高喊口号 这时突然出现一帮自称支持警方的戴口罩人士呛声 两批人马互相推撞 抢夺黑色导具棺材等示威物品 直到防暴警察到场才隔开两批人 由于情况混乱 警方只好释放胡椒喷雾 并将其中一名闹事的中年男子带上警车 港铁上午宣布 暂停开放11个车站 机场管理局也缩短了机场巴士路线 同时北角和上环之间来回的电车服务 也已经暂停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